有民眾喉嚨裡 竟然同時卡了三根魚刺 還有人卡到喉嚨裡的魚刺 長達五公分 幾乎像食指這麼長 但醫生都有辦法處理 但是台南一名26歲的女患者 魚刺卡石道發現得晚 到醫院看診時 發現魚刺已經被黏膜包覆 由於卡在石道內側 醫生不建議開刀 觀察三個月後 傷口部分形成氣勢 進行微創手術後 傷口都沒有癒合 導致他近三個月都無法進食 他上網發出求救影片 拜託大家分享類似的案例 或治療方式 當魚刺刺到我們的組織的時候 你一定要第一時間 把它拔出來 當這根魚刺被包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一個慢性的發炎 如果一直沒把這個魚刺拔出來 它永遠會在裡面造成發炎 你在怎麼清窗 沒把那個真的刺找到 把它拿掉 這個化弄 發炎是不會好的 醫生說魚刺卡喉 只要第一時間求助醫師 多半可以順利取出 最怕的就是民眾用這個方法 提醒民眾魚刺卡喉千萬別吞飯之外 醫生也呼籲民眾 吃魚時千萬別說話 細腳慢咽 發現嘴巴有魚刺一定要吐掉 一發現魚刺卡住用力殼 或是吐都無法吐出來時 一定要盡快就醫 TVBS新聞 吳仲勳 高雄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